大家好,大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录过几期视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打了,只不过因为原子弹以及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它很难像一战二战那样,全世界的人民都卷入其中,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掺杂其中,一起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不现实的,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发展,战争的形势也将多种多样。 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这是不是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它的波及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的,而且还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全世界要么往左走,要么往右走,那么意识形态的对立将更加的距离,再加上文明的冲突,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很多文明的冲突,文明的边界将会越来越强,中间派越来越没有市场,主张理性客观等等,将会人人喊打, 要么往左走,要么往右走,要么就是往宗教上走,然后各种的贸易保护主义,各种的其他的烂糕的主义,排外主义等等将会盛行,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科技红利吃光了,我们纵观一战也好,或者二战也好,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上一波的科技红利吃光了, 而新的科技,已经发现,已经出现了萌芽,但是尚未大规模的普及和应用,而且在这一轮的科技红利当中,它所能养活的人类是有限的, 其实我们从二战以后,人类每增加十万人口的年限,已经越来越短了,人口的膨胀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可是没有新的科技出现,没有新的增长点,不能获取更多的能源, 那么在这一轮的科技红利当中,所能养活的人口的数量,也是大体是有限的,所以国家间的争夺,也将越来越矩烈,那么这个世界总体就给人一种烂糟糟的感觉, 其实我们纵观人类社会或者世界的发展,它本身就是有周期性的,当这个世界比较分割,或者我们说世界联系不是那么紧密, 我们单纯看中国,它就有王朝周期率,这个王朝周期率很重要的就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土地是有限的,人口越增长越多, 这个时候就会陷入内部的动荡当中,对吧,就要通过一次的大循环或者大战争等等,减少很多的人口,从而达到下一次的初始, 但是这个世界的发展吧,终归是螺旋是上升的,波浪是前进的, 每一次螺旋看起来是转了一个圈,但是在这个圈当中,它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步, 所以这个圈占多了,量变就会引起质变,世界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形态,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新的科技红利,或者说是5G呀,或者大数据呀,或者无人驾驶等等, 新的科技萌芽已经存在,但是新的科技并没有大规模的普及, 它究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尚且不可知, 而且这一系列的科技增长又能够重新的容纳多少新增的人口呢, 目前也是不可知的,所以现在也处在一个科技的转型时期, 同样的在社会科学上,它也处在一个大转型期, 毕竟世界是运动呢,运动是不停的发展的嘛, 所以主观世界要不停的跟随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 或者我们说呀,生产关系呢,要不停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在生产力出现停滞,新的生产力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或者没有大规模的应用的时候呢,生产关系也表现为出现了停滞, 全新的生产关系,或者全新的社会科学, 能够解释下一个时代的社会科学,也并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很多社会科学的, 或者很多经济学的理论的,越来越不实用了, 更多的人在批判过去的经济学的理论, 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学,对吧,遭到大肆的批判,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60年代, 世界大变革一直到今天,这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吧, 社会理论啊,这一系列的社会理论, 尤其是经济学的理论,对整个社会的发展, 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当然某一些并没有起到推动的作用, 它本身呢,就是带着某些目的的啊, 但是总的来说,西方的经济学, 在过去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啊, 包括哈耶克等等,都是有着它实际的意义的, 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初年, 我们很多自由派的经济学家, 或者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等等,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对吧,但是今天呢, 在死抱着这一套,已经意义不大了, 因为上一轮的科技发展, 上一轮的社会发展等等, 已经走入了末期, 全新的发展呢,还并没有到来, 所以世界上冲突不断, 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不断的, 地区间的,对吧, 这个小规模的冲突啊, 战争啊,也会接连不断的, 只不过很多战争的规模, 未必会很大, 因为大国嘛,都有大规模的杀身性武器啊, 所以,对吧, 这个中东啊,包括非洲啊, 小规模的冲突一直都有啊, 包括之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甚至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也并没有完全结束冲突, 至于这个,对吧, 意识形态的冲突啊, 美国在加速的左转, 这个拉丁美洲呢,也在左转, 我给你举个例子, 譬如智利, 智利已经全民公投废除了现行的宪法, 又回到了阿联德宪法, 阿联德就是当年智利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知道啊, 这个拉丁美洲, 在五六十年代, 曾经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左派革命的高潮, 譬如我们所熟知的切格瓦剌, 当时亚洲啊, 欧洲啊,等等啊, 都在卷入了这场高潮当中, 法国的黑色五月啊, 对吧, 当时法共差一点上台, 当时日共也差一点上台了, 等等, 现在这个社会的局势啊, 有一些像六十年代, 地区间的冲突, 对吧, 也是变得很多啊, 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变得越来越多, 左和右越来越成为人民的一种选择, 但是总的来看, 左的趋势要大一些, 对吧, 其实六十年代啊, 这个左派革命, 对吧, 之所以失败啊, 也和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 这个趋势呢, 更是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增长, 这个时候呢, 对吧, 呃, 大家啊, 就看到了这个蛋糕可以做大的啊, 因为蛋糕可以做大嘛, 对吧, 大家都蒙着做蛋糕去了, 都忙着赚钱去了, 我以前也说过, 对吧, 呃, 在改革开放之后啊, 因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呢, 也是这一波生产力发展的受贿国啊, 我们受贿主要是融入西方的大市场, 而西方呢, 在发生着很多生产力的大变革, 尤其是克林顿时代, 对吧, 以互联网技术革新为代表的这一场社会大变革, 呃, 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红利, 那这个呢, 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对吧, 大家都忙着赚钱, 因为有钱很赚, 呃, 包括很多的年轻人, 他能够在这一波的科技红利当中, 找到自己的定位, 对吧, 积累自己的财富, 可是, 对吧, 当财富不能再增长了, 呃, 而资本呢, 越来越走强了, 对吧, 大家越来越被金融剥削了, 每个人身上一堆的贷款, 然后呢, 呃, 每个月挣了钱, 发现越来越无法开支生活了, 甚至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呃, 贫富分范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如何分蛋糕呢, 又成为世界的主题了, 这个时候啊, 左的思想就比较多一些, 当然, 有一些国家呢, 会选择右的思想, 右的思想, 呃, 就是排外嘛, 就是种族主义嘛, 譬如川普啊, 等等, 这一些不详细的说了, 包括泰国的这一次革命啊, 很多人也问过我啊, 说这个里面有港独啊, 有台独啊, 还举着旗啊, 这是一种个别的现象啊, 泰国的这次革命和现在拉丁美洲, 对吧, 以智力为代表的啊, 又开始向中美洲蔓延, 对吧, 蔓延到宏都拉斯等等, 这些中美洲等等, 对吧, 欧洲也大体差不多吧, 包括亚洲的很多地区, 包括泰国等等, 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思潮, 全社会的这个思潮呢, 呃, 又是因为上一波的科技红利吃光了, 新的增长点很难有啊, 尤其是以新生代, 也就是年轻人为代表的, 压力是越来越大的啊, 奋斗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了, 所以, 往往又寄希望你如何看, 如何分蛋糕, 那么又看到这个世界的贫富分化是如此大的, 尤其是自己身边的等等, 那这种思潮呢, 就并不奇怪, 所以包括中国, 你譬如我们看B站, 对吧, 前些年啊, 这个老毛评价并不高啊, 在年轻人当中, 尤其我读书那个时代也是一样的啊, 那现在我们看B站在90后00后当中, 这个毛泽东的大旗又被举起来了, 等等等等的啊, 嗯, 都不能忽略这个社会的变化, 还有这种思潮, 我简单说一下泰国, 泰国包括这个年轻的领袖吧, 他到底见了谁啊等等, 对吧, 影响并不大啊, 呃, 泰国的这一次革命运动, 对吧, 也有着他深厚的社会基础的, 这个社会基础是泰国的贫富差距, 城乡差距等等, 也是泰国第三次经济转型失利, 嗯, 然后本土和国际利益的分割, 对吧, 保守派和开明派的选择等等, 但是他终归是在这整个社会变化的思潮当中的, 呃, 这个下一个视频吧, 我会详细的说一下泰国啊, 以及拉丁美洲的, 呃, 这几场, 革命吧, 或者这几场思潮的变化吧, 那同样的, 这个宗教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啊, 这就回到法国了, 对吧, 之前法国的一个教师啊, 被车臣的一个, 对吧, 给斩了手了, 首先啊, 在法国, 教师这个身份就比较特殊, 而且这个教师是在履行正常的教学工作, 呃, 而且这个教师展展示查理周刊的那些漫画呢, 是向学生解释什么叫言论自由, 而言论自由就是法国奉为归灭的东西, 奉为归灭, 这在法国非常重要啊, 如果你说法国人权不好, 没有言论自由, 那法国人肯定要崩溃了, 这一直是他们的规念, 呃, 再加上手段比较残忍, 在法国造成的影响呢, 是非常大的, 可是我们也要清楚这个, 呃, 难民的问题, 文明的冲突的问题, 在欧洲已经是潮水之下的暗波, 对吧, 因为社会技术已经摆在这里了啊, 呃, 包括法国, 包括欧洲等等, 都存在着阶级矛盾比较大, 贫富分化比较大, 而且失业率也比较高, 个人的负债, 金融杠杆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经济也非常的低迷, 呃, 很多人呢, 生活, 对吧, 并不能看到上升的希望, 所以广马甲也是一波接一波的, 接连不断的啊, 再加上这一次新冠, 法国的经济也遭受了很大的打击, 呃, 经济数据下跌的也比较厉害, 失业呢, 也又增加了等等, 这种大动荡的社会思潮, 是因为有着这种社会基础的, 呃, 其实包括, 对吧, 这个世界一战二战都一样, 都是有着这种社会基础的啊, 只不过这个社会基础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它演变成全球的事情, 不管是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等等, 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那么无非有两个选择啊, 一个是往左走分蛋糕, 一个是往右走, 对吧, 呃, 搞种族主义啊, 像希特勒是搞的最极端的, 对吧, 排外啊, 杀掉这个外来种族的人, 把他们的钱也分一分, 但是种族主义啊, 譬如希特勒等等, 这一套是成功不了的, 嗯, 但是他也能在短时间解决问题, 但无异于引证即可啊, 呃, 嗯, 其实从一战二战来看, 尤其是二战真正解决问题呢, 一个是往左走了, 对社会结构进行了一些改革, 当然美国的那次社会结构改革并没有特别的彻底, 但是也改革了很多东西, 包括欧洲一样, 我举个例子, 工人的福利, 对吧, 呃, 八小时工作制, 呃, 男女平权, 呃, 黑人的权力运动, 少数族裔的权力运动等等, 这都是往左走,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然后更重要的呢, 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到来了, 啊, 大家又看到了希望了, 我们可以在新的科技增长的大海当中遨游了, 啊, 风口又来了, 对吧, 这个猪啊, 又能飞上天了, 等等等等, 这也是当时的左派革命呢, 嗯, 并没有革命的比较彻底啊, 其实美国的60年代的这个社会革新运动也没有革新彻底啊, 如果没有新的增长点到来的话, 那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反映到国外上, 就是爱国主义兴起, 啊, 国家利益越来越严重了, 大家越来越看重本国的利益, 为什么看重本国的利益呢, 就是全球化的红利也吃光了, 你在这个全球化的海洋中几乎捞不到什么了, 那就是国家和国家的竞争了, 那么国家和国家的竞争呢, 就是你之所得, 就是我之所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世界间的纷争就越来越大, 如果没有原子弹等这种大规模的杀身武器, 那很容易就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很多事啊, 就是这么个事, 那么, 因为就有点扯远了, 再回到法国, 因为法国教师的这个事情啊, 马克龙对吧, 喊得比较响啊, 马克龙表态非常强硬, 对吧, 因为在法国这个社会思潮啊, 已经存在了, 而且法国的黑人啊, 包括穆斯林等等, 也接近人口的10%,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嘛, 但是人口也不少, 法国最近啊, 有一个民调, 法国人民认为啊, 他们要达到一多半了, 还有一些人认为达到40%了, 最少的认为就是30%, 但事实上它只有10%, 当然, 这也和美法国的穆斯林啊, 黑人啊等等, 主要集中在城市啊, 比如巴黎等等, 对吧, 那么乡下呀并不多, 甚至说中小城市, 包括乡下一个都没有, 这也是看起来比例不高, 但是又特别显眼的一个, 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啊, 尤其是穆斯林啊, 这个民调当中, 认为他们不符合法国的核心价值观, 也不愿意融入法国社会, 那么法国人呢, 是很难接纳他的, 所以这个民调啊, 也反映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不仅仅是这个教师被杀, 其实我前两天看新门啊, 这个教师被杀之后, 也有两个穆斯林被杀掉了啊, 那么再加上这个土耳其啊, 埃苏丹对马克龙呢, 进行了嘲讽, 那马克龙也非常的生气啊, 目前已经撤了, 法国驻卓尔西的大使了, 再加上卓尔西啊, 之前和希腊啊, 在地中海航道, 还有塞浦路斯的石油天然气的争夺当中, 其实欧盟也下场了, 但是没有彻底下场, 因为欧盟还是忙着和美国啊, 和中国这边, 对吧, 叽叽喳喳的啊, 埃尔多埃能够反复横跳, 能够在大国间摇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呀, 大国之间正在这里扯呢, 无暇东顾啊, 无暇顾的上场, 否则的话早就收拾他了, 但是目前一个是, 毛顿已经激化到这个程度了啊, 全世界的社会思想, 第二个呢, 哎呀, 美国和中国也这么回事吧, 对吧, 美国也没有占到便宜, 这个欧盟啊, 也捞不到什么便宜, 所以呀, 就回退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目前呀, 这个北非, 还有整个阿拉伯世界几乎介入了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譬如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埃及, 伊朗, 摩洛哥, 叙利亚等等, 纷纷的抵制马克龙, 对吧, 抵制法国啊, 包括其中的一些国家, 取消了和法国阿尔及利亚, 斯通的铁路的合同, 这个有点利好中国啊, 取消了法国的合同呢, 那显然就要买中车的嘛, 否则的话也没什么可买的呀, 当然马克龙呢, 也在推特上啊, 用阿拉伯语对他们进行回怼了, 对吧, 那么下一步呢, 欧盟会不会制裁土耳其啊, 土耳其是不会释放难民呢, 法国内部会对穆斯林如何做呀, 对吧, 就现在到这一步, 北非这些, 包括中东的一些, 对吧, 也对法国开始抵制了, 所以啊, 中东这些国家先爆团了, 在这个文明冲突当中啊, 先集合了, 那么欧盟这些国家如何反应呢, 有一些欧盟的国家已经反应了啊, 因为欧盟的很多国家过去接受了大量的难民了, 带来的本土的冲突也非常的大, 世界观的冲突也非常的大, 对吧, 要么往右走啊, 各国的右派的势力啊, 也是在增长的啊, 在增长的, 甚至啊, 包括德国等等很多的右派势力出现了新纳粹的倾向, 等等, 对吧, 有点像爱尔战之前啊, 非常的像, 呃, 所以我个人吧, 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啊, 一个, 就是法国可能会采取过去的手段, 就是对境内的穆斯林进行宗教改革, 其实法国过去对天主教也是这么做的啊, 呃, 法国嘛, 革命老区, 对吧, 这也是法国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啊, 哲学很发达, 我们这个世界啊, 出现了所有的制度, 对吧, 譬如巴黎公事, 巴黎公事是什么, 咱就不说了啊, 呃, 还有这个共和制啊, 还有这个什么烂糟的制度, 都在他搞过, 都在他眼镜过一遍, 对吧, 嗯, 所以法国呀, 在启蒙思想的时候, 也指向了天主教啊, 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对天主教的改革呢, 就是把它往世俗化改, 但是并没有彻底的去除它的神性, 但是基本的让它越来越世俗化了, 呃, 那么法国会不会, 对吧, 对这个穆斯林这样呢, 如果不是基本的手段就是这种改革, 从马克龙过去的谈话来讲, 他要采取的是这种改革, 对吧, 其实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 这个天主教, 对吧, 都是欧洲人信仰的宗教, 法国人信仰的宗教, 当初改革的时候也是绝不手软的啊, 世俗化改革, 而且这些教士呢, 由国家委派啊, 要传播法兰西的价值观等等, 你不传播法兰西的价值观, 我就取消你的教士的身份等等吧, 对吧, 对这个天主教都进行如此强烈的改革, 对这个穆斯林显然啊, 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吧, 但是啊, 呃, 现在社会就是和以前不一样, 像刚才说的这个北非呀, 包括伊朗这些国家都团结起来谴责法国了, 他很难这么做啊, 如果法国这个改革要成功的话呢, 那就等于把法国的伊斯兰教和这个中东的这些伊斯兰势力彻底的分割开了, 呃, 而且这个手段是目前比较中立的, 比较缓和的手段, 对吧, 我觉得欧盟国家也会纷纷的跟进马克龙的, 呃, 如果这个手段呢, 也不能接受的话, 那只有文明的冲突了, 那很容易就出小胡子了, 对吧, 但是这个手段我看也很难啊, 也很难, 一个国内的极端势力也是比较多的, 二一个呢, 中东会不会采取更加过激的行为呢, 中东的过激行为反而会激发国内的, 对吧, 行为更加过激啊, 呃, 我看了一些事情对, 啊, 一些人对这个事情的评论, 对吧, 觉得马克龙啊, 有点, 这个有点极端了吧, 这个得罪整个中东啊, 对吧, 又有难民啊, 或者这个那个的, 你很多订单, 你要从整个社会思潮去考虑啊, 一个是全世界越来越极端, 要么往左走, 要么往右走, 而且你要考虑法国这个事情, 法国国内也一样, 对吧, 黄马甲, 包括到新冠, 国内这烂道事一堆, 根本就解决不了啊, 法国的人民的情绪也非常极端, 没有马克龙反, 对吧, 没有马克龙啊, 缓和的余地, 如果他要去缓和的话, 那乐庞马上就要上台的, 那就会往新纳粹上走的, 法国要搞了乐庞那一套, 那就新纳粹那一套啊, 后果不堪设想啊, 所以这个事情到底, 对吧, 如何走呢,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啊, 主要是说一下法国这个事情, 前面铺垫了一大堆啊, 为什么呀, 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单一的, 不是孤立的啊, 在很多的国家, 在很多的地区啊, 类似法国的事情, 正在上演, 或者是准备上演, 对吧, 法国这边体现的就是文明的冲突, 中东和这个欧洲, 它体现的就是文明的冲突, 而拉丁美中呢, 譬如我们看60年代也一样, 左派革命, 拉丁美中那边是最快的, 譬如我们熟知的切格瓦拉等等, 现在和60年代非常的像啊, 美国呢, 譬如以桑德斯这一派, 虽然这次民主党初选没过, 但是它的基本盘也不低啊, 那么美国60年代的, 社会革新运动没有完成, 要继续完成啊, 尤其是在高校这个势力呢, 是非常强的, 那美国又要完成革新运动了, 在那个年代啊, 中国我们也知道, 有轰轰烈烈的上山下巷等等, 一系列的活动, 其实我们现在也在上山下巷的, 很多时代和60年代是非常像的啊, 这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等等, 都在发生着剧烈的转变啊, 其实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吧, 人类的社会啊, 对吧, 现在是一个非常乱的时代, 但是它也可能进入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只不过在这个从乱到好这个过程当中啊, 对吧, 并不是非常的好熬, 是非常的难熬的, 同样的, 其实一战二战中间又一次西班牙大流感, 又一次大门一样, 所以我们从世界范围来看, 很多事情啊, 可能就是一个轮回啊, 但是我还是更看好中国一些, 为什么呢, 就像二战一样, 美国能够隔岸关火, 嗯, 这一次吧, 对吧, 如果我们把新冠看成一次最大的三战, 中国呢, 也是可以隔岸关火的, 呃, 但是隔岸关火不代表完全不受波及, 二战美国在珍珠港之前也一直受到波及, 灵性的波及怎么可能没有呢, 所以我们内部啊, 偶然的偶发性的爆发, 也是一直都有的啊, 常态化的防疫等等, 哎呀, 所以啊, 这几年吧, 日子可能不好过啊, 日子可能不好过, 但是也是一个见证时代的时机, 呃, 再补充一下就是, 当年拉美的革命运动被美国掐死了, 但是现在美国是没有能力干涉, 也不敢干涉了啊, 因为毕竟民主和人权深入人心了, 那个时候啊, 他阻止难尼可以在边境上架几墙, 现在是不可能了的, 所以, 对吧, 一旦干涉拉美的革命运动啊, 那难尼问题啊, 美国受不了的, 再加上美国确实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的, 很多事情也顾及不上了啊,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吧, 总之一句话啊, 世界正在烂糟糟的啊, 正在烂糟糟的变化, 但是套用一句话吧,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因为一切的变化就是从现在开始。